嘿 今儿飞船里怎么有两个猪头 两个猪头还都叫秀儿 我骂死 变形者模式 尝试来袭 在账目下 会随机生产一名变形者 顾名思义啊 他的技能就是变形 比如变猫啊 变狗啊 变性别啊 这些啊 他都办不到哈 他只能变形成为 飞船里其他人的样子 从而在刀刃时 可以很好地伪装自己 又或者迷惑别人 属于啊 内队阵营 但是 如你所见 时间有限 30秒过后 他又会变成原来的样子 所以 想误导船员 一定要好好把握 变成时间才行 那好 那接下来 就让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nice 我是变形者 嘿嘿 那接下来 就让我好好忽悠一下你们吧 老规矩 先找个没人的地方 默默地施展魔法 好 就这了 咱们啊 先变个猪头玩玩 我变 哈哈 蛋壳里 蹦出一头猪 接下来 就让船员哭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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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是你了 还叫什么 鸡汤来了 我看你啊 是鸡腿来了 不过话说啊 这咋不来个人呢 当我现在是秀的样子 要是来个船员 看见我面刀 哎 搞不好啊 还能栽脏秀儿一波 呀 多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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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啥要变成一个蛋呢 难道变形者是诞生的 嗯 嗯 算了 咱整不明白 哎呀 报警了 哦 你们发现了刚才那个鸡腿 不过由于刚开始又没啥头绪啊 所以大家都气票了 呵呵 你们说没啥头绪报啥警呢 这不浪费表情吗 浪个我这滴水不漏的作风 还是让你们发现了不成 嗯 走 再去找个没人的位置 继续我们的变形技 兜兜转转 还是来到老位置 行吧 这回我就选 龟哥了 好 变蛋 碰 嘿嘿 用灰的模样 干干坏事去 哎 那是 玉儿 真巧呀 陪他玩玩 嗯 玉儿玉儿 我是你的灰哥哥 话说 他也不回头看看我 做个任务也太投入了吧 算了 你们看我 我就 刀你 啊 完了完了 被看到了 啊 差点忘了啊 咱们刚才是灰哥的样子 嘿嘿 看他们怎么说哈 哦 小耳朵直接说了句 灰哥面刀 所以灰哥 哈哈哈哈 哎 不是我说 你们也注意点啊 又投错人了吧 不知道有人会变形吗 嗯 好了 接下来给他们搞个破坏娃娃 然后我去氧气室的地方待着 哎 有船要过来的话 我就可以在他们面前 装一波好人 帮他们修修氧气啥的 哎呀 原来 这帮船员玩不玩的 算了算了 咱们啊 还是自己修吧 为了让小伙伴们多看一会儿啊 浪哥我也是 煞费苦心啊 哎 这帮船员也是 心也太大了 既然这样的话 那别别让个我不客气了 嗯 现在医务室 被个猪头秀儿 然后看到人 咱们直接动手 哎 我去 碰到真猪了 你说这事整的 还上来了一场 真假猪八戒呀 算了 先溜先溜 这也没办法再当陷害了 哈 果然啊 秀儿报警了 看他咋说啊 刚才啊 我看到一只 和我一样的猪头刀人 我怀疑就是小海盗 嗯 因为他上一把 就报警冤枉了好人 把灰哥投出去了 听懂掌声 哈哈哈哈 就这样 在秀的一番优秀演讲下 又含冤出局一个 哈哈 现在我只要等一下进行CD 再刀一个 就完事了 哎 不是 这个报警啥意思啊 嗯 嘿 浪哥 是你对不对 之前我一直跟猛将在一起 所以 变形者 就是你 哎呦 我去 秀儿 你这是半猪吃老虎啊 啊 大意的呀 好了 小伙伴们 这就今天的变形者模式了 浪哥我也没有想到 最后败给了一头猪 不过啊 这个模式 还是给浪哥带来不少乐趣啊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